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火影online的视频 今天给频道文家介绍一个可以说是福利吧 大家一定要开始洗这个忍具的五行属性的抗性 我优先洗的是风抗 因为一些主要的DPS像金鸣啊 他的奥义属性是风 还有水门大家都知道追打和奥义都是风 神男虽然他的奥义是无属性的 但是他本身是风属性的忍者 大家一定要洗这个风 我们通过一场实战来看一下这个风抗的效果 我只洗了八件没有洗完 这是仙界战场中的一场实际的比赛 大家看一下情况 虽然对手的战力比我略低 但是呢他因为我为什么选他为对手 是因为他是我印象里是极限一号位的水门 所以也差距差不了多少 而且非常好是因为他的水门是正对着我的老子 这样的话就是看一下他的养成 比我老子的养成就是哪个效率更高 其实按理说是老子是打过水门的 几个回合之后水门养出来之后 他是可以秒杀老子的 但是由于这个风属性的加成 就是风属性抗性的加成就是老子要比原来要抗打的多 当然对方有和尚的存在的话 当然对方有和尚的存在的话 他其实他的防御和抗循方面都是非常强的 他这个和尚奥也是限制我能够大大的限制我的这个金鸣 他这个追打可以回这个回血真的是非常的猛 而且回很多 这个水门每次打老子都能造成连击 这个没想到水门被骑手了 这个我就不拍了 因为没有拍是因为下个回合我心情不能奥益 没有骑手的 所以老子的奥益就留着了 这个下个回合可以拍一下 他的这个钢手 这个战斗过程大家就不用太在意了 大家主要是看水门的伤害 因为我的风抗是很高的 比了八件 就是说再加上五行修行 再加上驻战的一些加成 有一些是18 有一些是19 就是这个风抗 可以说相当的高了 但是这种程度下水门好像造成的伤害就就没有那样强了 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他奥益的伤害和和他追打的伤害 水门可能是受到风抗影响最厉害的DPS了 因为他的奥益和追打都是风属性 所以受的影响比较大 而他本身又是风属性忍者 你看大家都知道养了几次的水门 这个伤害是相当高的 你看他打老子 已经打不出伤害了 老子深吸一口气 那个回的那个血就已经相当多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把这个风抗洗伤害之后 这个水门就不再是问题 而且如果你是水闪的话 就是风属性的奥益啊 很难打到你 就是他这个水门的 虽然他的战力是这个战力 但是他水门是极限的 他的一号位的战力应该不会很低 我的这个是比较平均的 如果是我以前和他打的 如果我没有 因为以前的那个视频 我已经找不到 就是以前和他打的话 老子被水门这样揍的话 是不可以的 早就倒了 现在越来越坚挺了 打到后来 老子的这个忍数也上了 你看他水门打出暴击也只不过是300多的跳 然后追打也都暴击 你知道我和他装备的差距其实是很大的 今天我就是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比赛 向大家说明了 平均玩家一定要尽快的来洗这个五行的抗性 因为对你来说真的很划算 大家都知道那个风就是那个攻击方面 五行属性的攻击要想加一趴的话 需要耗费多少资源 而抗性方面呢 你可以轻松的洗到20 土豪也拿你没办法 所以赶紧开始行动吧 目前主要的几个DPS 你洗风抗的话 就可以扛到金鸣 还有这个四代 还有神男 然后呢 如果你要防小敌的话 需要土和火 防角度就比较麻烦 需要四项 需要火土雷风 这四项 当然了你都洗就对了 然后水是为了防水爆 总之这五项都是非常有用的 你都洗 洗出来就对了 然后这个忍具其他的属性 其实以现在的战力20万的话 就其他加其他属性就聊胜于无了 所以一定要优先洗这个 五行属性的抗性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